老外做出奇奇怪怪的事 当然了 他们的想法也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例如用9238个巨型害气球 能否成功把人带上天 百思不得其解后 老外壮着胆实践 一番造作下来得出的答案是no 不甘于此的外国小伙十分不满 于是他再次使出自己的脑洞 想在电视机上绑100个气球 再从13楼扔下 气球能保他不碎吗 叫上好哥们来到了有13楼高的塔上 紧接着就搬出电视机 把气球一个一个的裹上去 瞧瞧100个气球都把电视机裹得看不见了 一切准备就绪 该是好戏开场了 端起这个气球电视机 3 2 1 小伙伴的手一松 电视机就飞速向着地面过去 气球似乎在此时没有显现出任何效果 随后哐当一声巨响 电视机狠狠地砸到了地面 意想不到的是 落地后气球居然没有破 迫不及待的老外赶忙下来查看结果 扯出电视机一看 天哪路呀 电视机居然真的完好无损 一点裂缝都没有 虽然气球不能带着电视机飞天 却能够保护电视机 高空掉落不碎 这还真是超出想象 视频最后玩个小游戏